原标题 意大利能跟德国、日本合成法系斯三巨头 为何连希腊都打不过 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 无非就是天使、地利、人和 而这些东西在1940年一席战争时 意大利统统没有 只要希腊指挥官稍微有点指挥常识 想说都难啊 1940年10月12日 德国出于维持自身冲突厚尽的考虑 出兵将罗马尼亚龙田严密的保护起来 而由于莫索里尼一贯将东南欧地区 视为意大利的囊中之物 因而当德国进军罗马尼亚之后 莫索里尼显得慌张了起来 他担心彪悍的希特勒 不给自己分肉吃 于是出于抢的德国进一步行动之前 完成对地中海北部兼兵的考虑 莫索里尼在意大利驻阿尔巴尼亚 第25集团军司令维斯康奇 波拉斯卡的游说下 决定于10月28日向希腊进军 负责担任进攻任务的维第25集团 以及本土支援的滨海战斗旅 第三阿尔卑斯山地市 兵力总数达到了5万人左右 作战计划为第25集团主力 支扑伊比鲁斯 希腊与阿尔巴尼亚交界区 最大城市约阿尼那 第三阿尔卑斯山地市 则强行翻越贫通斯山脉 禁机脉错翁 切断伊比鲁斯和东部希腊平原地区的联系 是与滨海战斗旅 和沿亚的里亚海南下 保证第25集团主力军的右翼安全 光从作战计划来看意大利的行动 是很教科舒适的战斗方式 先保护自身侧翼 然后抄对方的后路 然而天有不测风雨 当意大利军队突入希腊的伊比鲁斯 并打下科尼查作为前沿基地之后 伊比鲁斯地区降起了倾盆大雨 伊比鲁斯原本就崎岖难行的地形 瞬间变得让人寸步难行 意大利的重型火炮 坦克纷纷陷入你坛中不能动的 为了将这些装备拉动 意大利士兵被折磨得精疲力尽 相对的希腊士兵则守株待兔 他们依托山士制作多个火力输出集群 坐等意大利士兵从你坛中走出来 然后对其进行单方面的屠杀 首先遭到阻击的是意大利的第25集团主力 滨海战斗旅 他们是在卡拉玛斯河畔被足击 由于兵力没能给对方行程绝对有事 加上参战人员很疲倦 军队被死死拖得不能动的 第25集团主力原本进攻于阿尼娜的计划 变成了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相对的意大利第三阿尔卑斯山地是表现的还不错 虽然他们需要冒着大雨翻山越岭 但凭借日常训练的专业山地作战技能 还是迅速突击到了麦错翁附近 然而由于是侵略者的身份 他们陷入了游击战的漩涡之中 每每前行一步 自发武装的希腊民众就神出鬼没地袭击他的运输线 由于山地运输原本就很快困难 再被希腊老百姓这么一闹 意大利军队陷入严重缺枪少弹的状态之中 11月8日前后 希腊从东南部动员起来的援军 到达麦错翁一线 意大利军队虽然拼死反抗 但中英缺枪少弹 不得不全线撤退 而随着第三阿尔卑斯山地失败退 意大利进攻希腊的战役 已完全失败告终 随后希腊军队在确定保加利亚不会参战之后 火速其中全国军力趁胜追击 希腊的反击持续到了12月中时 那时他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四分一的土地 配图来源网络 版权人若觉不妥 联系我们 立马删除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